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子祥 那麼這一次呢 我拍的影片主題就是要製製蟑螂藥 製製 哈哈哈哈 因為呢 我這次回到台北的家 一大堆蟑螂 滿山滿谷 很誇張 真的不誇張 我為了要證明我們家就是必須要製製這個蟑螂藥的部分呢 我想說 那我拍這個影片呢 我順便剪一些小影岩的小影片 來分享大家蟑螂都會在哪裡觸摸 我想說蟑螂雖然很多 不過要遇到牠也是一個千載難盟的機會嘛 所以我想說這個影片我拍個三段好了 我拍三隻蟑螂 可能要花上三天的時間 沒有想到我在五分鐘之內就把它拍完了 我在五分鐘之內發現三組蟑螂在我們家 超恐怖 是不是要做蟑螂藥 是不是 是 好的 那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天啊 它可不可以飛了吧 耳閉耳閉 走開 好啊好啊 撒小 廁所也有 唉唷 好餓喔 唉唷 它衝過來了啦 好啊 我不要吹 有 又來一隻 到底有幾百隻啦 我要吐啦 一直往這邊啊 救命啊 很恐怖 對不對 而且牠們真的很不要臉欸 一直往我這邊衝撒小啊 好 那麼今天我做的這個影片呢 主要是 我發現很多蟑螂之後呢 我在Youtube 然後看到有一個大哥呢 牠做這個蟑螂炸彈 然後感覺非常的不錯 而且經濟又實惠 所以想要分享給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那你所需要的材料呢 就是蟑螂屋 那蟑螂屋呢 我昨天買錯了啦 還唷 反正是昨天要拍的 因為我買成 這個 這個蟑螂 我把那個 Mark 蓋掉 然後它裡面呢 是一個釘 是一個釘的感覺 但是我們不是要一個釘 我們是要 這一種的蟑螂 這一種的蟑螂屋 它裡面呢是 有點泥狀軟軟的 才可以做成我們的蟑螂炸彈 蟑螂藥的部分 把蟑螂一次解決的感覺 需要的就是蟑螂屋 然後還有 糖的部分 因為那個大 欸 啊 遮住好了 因為那個大哥 它是用這種有點 紅砂糖的感覺 所以我也是買紅砂糖 然後還有 麵粉 那沒有說一定要中筋的啦 因為我想說麵粉 用不了那麼多嘛 所以剩下的就可以做一些 蔥油筆之類的 好 Anyway 不是這個重點 然後呢我們首先呢 就是把蟑螂屋 它本來有這個盒子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它就有個這個像 泥狀的東西 不要以為想說 那麼容易打開了 像掀蓋子一樣 絕對不是 我已經先把它打開了 因為它其實是非常難打開的 好 它就是一個泥狀 然後我們就把它整個都拿出來 整個全部都拿出來 然後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就是買錯了嘛 買成裡面是訂的那種蟑螂火 裡面是訂的 所以我想說 啊買了都買了還是要用啊 然後我就把它 擺在我們家 就感覺好像蟑螂會喜歡去的地方 什麼角落啊 或是廚房的哪裡啊 我講不得了 火速有成果 雖然只有一兩隻 不過呢 我覺得效果也是非常的棒 但是喔 它沒有死喔 請看一下的片段 好的 現在位置在廚房 然後這個呢 就是我們昨天放蟑螂屋的一個 小成果 但是你們仔細看喔 它的觸角還在動 代表說這個蟑螂還沒有死掉 所以呢 想想要跟大家講 如何消滅它 就是呢 準備兩張衛生紙 一定要兩張 這樣厚度才夠 然後我們要把它 對折 又對折 折騰一個正方形之後呢 你不要想說 這樣子把它丟掉就沒有事了 不行 一定要把它 放上去 然後輕輕的 捏死它 然後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讓它爆漿 因為它會爆漿 所以我們剛 對折對折 再對折 就是要吸它的漿 不要弄我們的手 你們想要看它本人嗎 在這邊 好噁喔 我不想看了 好然後再把它擦一下 OK 是不是 所以我跟妳講 一定要用這個方法來消滅它們 它們真的非常的不要臉 那我們就把 拿好的這個東西呢 把它 帶到一個袋子裡面 為什麼要放到一個袋子裡面 因為我們 待會呢 要remix它 就是蟑螂屋裡面的藥 然後還有 麵粉 然後還有 糖 然後 再放上一點點的水 你看 我來 它夾起來就差不多這樣 它是一個小泥狀的部分 然後你沒有看錯 這個就是 套兒屎的東西 我一輩子不會再用這個東西 我待會 做完這個時間 我就把它弄掉 然後 全部呢 都放進去 那 我看那個YouTube頻道 它說 這個蟑螂 裡面的這個藥啊 非常棒 但是只有唯一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 它不是蟑螂喜歡吃的口味 而且它 你們看喔 它這邊有一些小隧道 就是蟑螂要這樣走進去 然後去吃這個藥嘛 它這個小隧道大的蟑螂 爬不進去只有小的蟑螂 所以它 殺的蟑螂就不得有限 只能殺美女蟑螂 或是那種美國小蟑螂 那種 台灣那種變態會飛的 就殺不得 因為它太棒了 然後 我們加麵粉 跟糖的原因 主要是 把它變成蟑螂喜歡吃的口味 好的 我們現在呢 全部把六個 蟑螂霧裡面的東西 都把它放進去 好像手工餅乾 看起來好好吃 然後不能吃 那麼 在YouTube頻道裡面說呢 糖跟 什麼味 糖跟麵粉的比例 就是差不多 蟑螂霧的1比1 所以我們就再放進去 麵粉 麵粉我們就 看放個 怎樣 糖吃得好嗎 糖要不要多放 你能吸引它 到後面反而 蟑螂沒殺 然後勝利大堆螞蟻 蟑螂在做什麼 蛋糕也是手工餅乾 要吃 然後 YouTube頻道裡面那個大哥啊 他說的我覺得 還蠻有道理 因為 他說蟑螂 他吃了這個之後呢 他就會覺得 身體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不太舒服 他不會死在外面 他會 跑回他的巢穴 然後 胡蟑螂一般說 呃 我要死 我要死了 可能身體不太好 很害怕的感覺 所以呢 他不舒服 就跑回家了 然後死 也會死在他們家 不會出現在外面對不對 這唯一的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 你本人看不到他 不會覺得很驚悚 第二個就是 再放點麵包 我的天 我的水 剛剛有點放太多 很機智了 我就是一個 衝動的女人 好 然後呢 第一個就是 蟑螂會吃童飯 所以他吃了有毒的屍體之後呢 他們就會一起 整個群踢死我 所以這是 很好的一點 我剛剛吃飯捏死蟑螂嘛 為什麼 我把它直接丟掉 因為一方面 因為一方面他還有生命 另外一方面呢 DECOVERY有做一個實驗就是 假如你把 把什麼啊 假如你 把一個蟑螂的頭這樣去掉 身體拿掉嘛 一般我們假如是人類的話 或是一般的動物 可能就是因為 屍血過多而死對不對 然後他研究蟑螂還可以活七天到 到屍天 然後最後死掉的原因是什麼呢 不是因為痛死 也不是屍血過多 是因為餓死 因為他頭跟身體不分開 所以他無法進食 跟他是沒有影響 然後就這樣 二死 超不要臉的 超級不要臉的 超級不要臉的 所以我剛剛教大家 如何消滅蟑螂 不是在鬼眼送你 就是把他捏死 他怎麼樣 是真的 是真的 一定要這樣把他求求蕾 求求蕾 不然他會再多 小時候就殺了很多蟑螂 然後那些蟑螂啊 真的是很不要臉 怎麼說呢 把他屍體跟溫柔的 優雅的丟到垃圾的對不對 隔天 欸 他不見了 他又瀑螂跑走 你們是不是常遇到這種事 超噁 蟑螂是 世界上的比較緊張 好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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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吃 來 我們捏完之後 就會差不多像這樣子 玩像那個 綠豆 紅 很好吃 嗯 聞起來那個味道也像 還是我的 糖跟麵門放太多 好anyway 不過反而沒有消 沒關係 就蟑螂一樣 應該OK的 好 那我們呢捏完之後 他就像一個球球一樣 然後那個Youtube像大哥說 就是 捏一個黃豆般的大小 黃豆多大 算了anyway 我們捏一個B10 大一點點的 好 捏一個 這樣子 這樣子 一個黃豆般的大小 B10般的大小 好 然後放在家裡 一個個可能蟑螂會開出摩的地方 什麼 呃 廚房的角落啊 各方面的 保證 不會再有蟑螂 因為我們會一網打盡 包括他的親朋好友 哥哥姐姐 一次殺光光 因為他們會吃同伴的屍體 他們是死人主 很變態 那這個呢 就是紫霞 Copy Youtube上的那個 蟑螂炸藥的製作方法 還有製作過程 信給大家 希望大家 不會再被蟑螂說酷 記得 我們不是蟑螂 不要吃他喔